在議會中質詢苗栗縣長中東景的是 這屆當選的第五選區五黨 極限議員黃生泉 還沒有就職一年 就先後被苗栗帝院民事庭和刑事 認定當選無效 違反選罷法 帝院認為黃生泉在去年的 九月十九號競選期間 招待了馮信女子等選民 到自家經營的釣蝦場用餐 在結帳時 黃生泉進入包廂說 這一餐我請拜託你們 支持我違反選罷法 由於五月時 黃生泉已經被民事庭宣告 當選無效 目前還在上訴中 這一次又被判違反選罷法 成為苗栗縣首位 被刑事民事都認定會選的先議員 會不會像民事一樣上訴 黃生泉不接電話沒有回應 歡迎新聞 我們林安昭英光 烏少青秒一報導 哈囉 我是林仙怡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